好的 依璇 觀眾朋友告訴您 虛弱颱風目前最新的動態 他現在的強度 還是維持在中度颱風 可以明顯的看到 目前他的中心位置 是位在鵝鑾鼻東方四百二十公里處 以每小時八轉十五公里的速度 朝北北溪的方向前進 而他的中心風速暴風半徑 七級風勢兩百五十公里 但其實氣象局也預估再稍晚一點 他的暴風圈將會擴大 可能會到兩百八十 也因此隨著他北上的這個狀況之下 很可能會影響到臺灣的陸地 因此預計在今天的午夜 將會針對北北基還有宜蘭地區 發佈陸上颱風警報 我們從雷達回波圖 就可以來看到 目前可能觀眾朋友會覺得說 好像在很多地方 都沒有下什麼雨 但是清楚的從雷達回波可以看到 這個雨帶其實是一陣一陣的 而且不是很集中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宣洋路 颱風他整個的構造 雲層都是集中在南部地區 也因此在他北上的過程當中 帶進去的雨 雖然不會是非常的集中跟明顯 但是也不容小覷 最主要原因 我們從累積雨量來看到了 其實宣洋路颱風 我們預估一直到四號的二十四點 其實在像是基隆 臺北 新北 還有桃園 新竹線跟苗栗 整體的累積雨量在平地的部分 至少都會有五百毫米 而另外要特別提醒 在我們的新北市 我們的桃園市新竹線 以及苗栗線 山區的部分 累積雨量都上看到七百毫米 這還有可能 集中一點的話 會有致災性的可能 所以觀眾朋友也是不能輕忽的 而除了雨勢 其實大家要關心的 還有風的部分 因為其實哈萊斯洶洶 最大的陣風 可以看到像是這些黃色跟紅色的色塊 都是最大陣風 已經超過了八級 最主要在這個東部地區 還有在我們的西半部地區 這個風力還是不容小覷的 今天風還沒有那麼大 因為在明天會是最靠近臺灣的時候 到時候我們的西半部地區 這風勢會變成了 至少有八級 甚至是上看九級以上的陣風 會讓朋友絕對不能夠輕忽了 而降雨的部分 我們在細部 從雨區預報圖來看到 今天的降雨 主要還是集中在我們的北部地區 東部的地區 以及我們的山區的部分 但是到了晚上開始 這颱風的路徑會越來越靠近臺灣 因此降雨會更為的顯著 可以看到在我們的深夜 甚至到我們的明天早上 降雨會持續 但是要特別關注 因為到了明天白天之後 到下午 這雨是會更誇張 可以看到這個紅色的部分 在我們的北部地區 甚至在我們的山區 中部的山區降雨都會很明顯 有可能會出現大雨或是豪雨的狀況 而氣象局其實也針對了苗栗以北 還有包含宜蘭的地區 臺中的山區已經發佈了豪雨 或是大雨特報了 這雨累積下來 還是相當可觀的 要特別提醒觀眾朋友 明天是周六要去山區玩 或是要去海邊玩的觀眾朋友 可以盡量把你的行程給排開 因為我們不知道這個颱風 路徑隨時在變動會帶來什麼樣的狀況 還是以自身的安全小心為上 以上是颱風現場的狀況 我們把時間交還給伊璇 我是吳伊璇 想要跟我一起看新聞嗎 現在就打開華視的YouTube頻道 按下訂閱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